大家好 今天提到ATACMS 一定要和大家討論這支 陸軍戰術飛彈 在美國來說,是現時的 叫做陸基型彈道彈 短程的彈道彈 來計算是一個很主力的導彈系統 終於撥歸給烏克蘭 似乎烏克蘭已經收到第一批ATACMS 收到後,果然立即拿來使用 這支ATACMS 其實是一隻短程彈道彈 射程可以足以射到300公里這麼遠 如果拿來放在烏克蘭攻擊佔領區 基本上是完全覆蓋 即是完全覆蓋現在的烏東、烏南、哈利米亞 甚至連克席大橋 完全是輕鬆達到,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這支ATACMS的飛彈 亦是因為烏克蘭戰爭,就叫做一戰成名 以往,這種飛彈已經很久了 即是上世紀的產物 但其實並不是很多人提及這支飛彈 以往,當然在上世紀到現在 即是大大小小的戰爭 都有試過用到ATACMS 但好像這場戰爭這麼強調 這支陸軍戰術飛彈 即是那個系統的重要性 都真是第一次 以往這種戰術飛彈 其實往往都屬於戰爭的配角 即是有時你用了,你都不知道 但現在大家看到 竟然成為今次陸戰內 其中一個明星產品 亦是很重要的一支 等了你很久終於出場的飛彈 其實這支飛彈 在這幾個月我們不停報道 經常說即將交付 現在終於交付出來了 有少量已經秘密運送到烏克蘭 當然它有一個好處 最重要的是它本身 這支飛彈連同那個博物 整個混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回現時的M270 或者M142 把它裝嵌 基本上是好像平時 將飛彈混進去 填裝便馬上去使用 所以不存在什麼適應等等 可以說是一個無縫接軌的系統 當然也會有少許不同的 我想也需要少許磨練 情況磨合一下如何去做 而我們也看到烏克蘭這邊 亦有公佈 他們利用了ATA CMS 在10月17日的清晨時份 烏克蘭武裝部隊成功打擊了 包括直升機、炮彈、裝備 在一個地方叫做別爾光斯克 以及在努金斯克的機場打擊 當然,榮光是歸於烏克蘭 所以你們會觀察到 這個ATA CMS 又是成功能夠打擊到 俄羅斯大量的裝備 攻擊了別爾光斯克和努金斯克 兩個空軍基地 將他們的直升機、彈藥裝備成功打擊 我們說過總共有9部直升機 都是一個頗大的打擊 以及很大的收益 這次用的彈藥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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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用的M-74 即是指彈藥 指彈藥 指彈藥 這隻彈藥裝備 我們經常稱為M-39 裡面的彈藥裝備 我們稱為M-74 裡面的彈藥裝備 事實上是很多一粒粒的子彈 我看看有沒有照片給大家看 好像真是金旗 好像真是沒有 之前也有在 之後我再找回 我看看稍後能否找回 我們說到 這個M-74 它發了很多發的子彈 即是指的子彈 即是指母彈的情況 所以打擊力來說 其實是十分之好 當然可以用來攻擊 即是可以用來攻擊 人員 又可以用來攻擊 部隊等等的情況 我看看這張圖 大家看得到 就是這張圖 大家看到 它有950飛 這個M-74的子彈 大家看到這個系統 後面是火箭 推進 然後前面有一個 導引系統 然後去到的時候 就會把內部950飛的子彈 放出來 然後攻擊前線 這個很難抵擋 這張圖 我們說是用雜速彈的形式 它本身是重量噸 大概是4米左右 大概是4米左右 3米多 應該還未到4米 13呎的彈道飛彈 一定是固體火箭的引擎 裏面有950飛 好像手榴彈那麼大的彈藥 然後發射 射程是100英里 所以打擊來計 現在都足夠打擊很多地方 所以M-39 其實深度打擊來計 都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其中一次的攻擊 似乎有些殘骸看到 M-74的彈藥 即是一些殘骸 我相信在現場被實獲 所以能夠估計得到 這支是M-74的子彈藥 能夠猜測得到 這支是ATA-CMS的M-39 這支彈的版本 我們以前也有討論過 如果ATA-CMS 可以安裝到什麼彈體 大家現在看這幅圖 你都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隻彈 我們比較熟悉的 就是畫面上的 M-30、M-31 大家對這些比較熟悉 亦是我們常說 海馬斯的火箭 那種打法 但一提到ATA-CMS 你就要看下面這些 由M-39開始 到M-39A-1 一路,大家可以看到 掃進去 有很多不同的ATA-CMS 這種飛彈的玩法 今次我們這隻 大家可以看到圖 下面的,即是兩行 上行和下行 下行的最左手面 那支 就是M-39 你看到,100英里 即是射到165公里 這個位置 這次是單一彈頭 這次是單一彈頭 不,不好意思 這是紫彈藥 去攻擊俄羅斯的目標 雜速彈 因為在戰爭中 美國之前 DPICM 都提供過 被烏克蘭 所以這次的雜速彈 都沒有特別 立法上的問題 美國亦在庫存 提供了幾千飛的雜速彈 基本上 反坦克的飛彈 都有一個位置去處理 Anyway 即是現在 連ATA-CMS的雜速彈 的版本都能夠提供到 給烏克蘭 所以其實 基本上 現在的彈藥種類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在現在的供給位置上 而ATA-CMS的雜速彈頭 這次的版本是重要的 第一 可以投射到非常之遠 第二 就是 它是很難防 你見到 它有960飛 手榴彈的炸下來 防禦攻勢 和部隊 基本上是無解的 基本上無解 即是 非常明顯 攻擊這些部隊 小部隊 如果 現在 在戰爭中 經常都有這個問題出現 對方經常都是用輕部隊出來 所以 你不斷看到 這種 散的 這種子彈 M-74這種子彈 去打擊 非常之厲害 你說 今次去攻擊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就是用這隻M-74這種子彈藥 去做一個打擊 這種情況 它基本上 在它末端攻擊的過程裡 飛彈會進行旋轉 有些離心力的產生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將子彈放出來 利用這個離心力 把子彈放出去 把子彈放出去 分佔的區域和密度 分佔的區域和密度 裡面有一個技巧 在這裡 所以 Suppose 這種彈藥 M-74 它也是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所以 你擋它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在這裡轉 可以去到每分鐘 24轉 很厲害 去到每分鐘 2400轉 之後 Fuse 接著就會 Activate 接著 然後 就會爆 它本身就是高爆破片的彈頭 那些彈頭 即碎片 有一個很大的動能殺傷 也有爆炸的衝擊波出現 當然 對人 也有很大的傷害 反正你衝擊波對人的傷害 都是大家想像不到這麼大的 亦都這麼說 有時候你在密閉空間 這種爆炸波 其實那種爆炸衝擊波 對人的傷害 可能真的比明刀、明槍更加厲害 都不一定 Anyway 我們看到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的司令部 講到這個 Operation Dragonfly 其實我們昨天跟大家說過 這個叫做 蜻蜓行動 打擊9架直升機 以及其他裝備 或者防空的武器 最重要是連跑道都受損 而別以光斯克 裡面的彈藥庫 亦有發生爆炸 所以大家在想 都是屬於這種ATACMS 發揮的威力 你看到現在 包括打到 別以光斯克 以及 羅金斯克的空軍基地 接下來 究竟還會去攻擊 一些什麼地方呢? 這是相當內人尋味 包括 會不會去攻擊 來近烏南的地方呢? 還是現在的牛刀小事 先拿烏冬這邊來試槍 接下來的打擊 又會怎樣做呢? 以下這些圖 都告訴大家 當時他們對 其中一個就是 別以光斯克 在原野基地附近的打擊 大家可以看到 那是一個機場 三個紅色點 就是打擊 打擊的範圍 因為它是散彈的 打擊的範圍 所以都相當明顯看到 打擊範圍真的不小 而打到認一認 那個跑道 都幾厲害 片亦都有 片看到三個位置 一連串 爆發 就像放炮獎一樣 爆開來的 現在基本上 俄羅斯媒體 都有報導過這件事 所以都可以說是 很堅 很堅的一個消息 暫時去用 ATC-MS當然 現在我們都會繼續觀察 就是它接下來的打擊 還可以做到什麼 例如俄羅斯本土的打擊 也是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接下來可以摧毀更多 不同的空軍基地 你說攻擊直升機 當然都是重點要照顧 因為攻擊直升機 很多時會對烏克蘭的部隊 有很大的殺傷 尤其是在烏南的地區 在前線 有時 俄羅斯用卡爾 攻擊直升機 去攻擊附近的小部隊 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舉動 對烏克蘭的部隊的損傷 可以做到很大的潛在傷害 有時會用到米28的攻擊直升機 有時會這樣做 但如果現在看到有ATC-MS 就可以對破壞這些空中載具 是一個很好用的武器 一定會對於空中載具 帶來一個很大的威脅 和很大的破壞性 如果你說用S-300和S-400的攔截 當然S-400就不可能無緣無故 我們說在現在的烏東地區 但是你說在哈利米亞 有零計 不過如果我們現在觀察 上次打S-400系統 都不需要用到很厲害的飛彈 所以ATC-MS 我們懷疑是真的夠做 因為你連對方的S-1 Panster 其實他們都擋不到 而他們甚至乎都沒有S-1 他們已經進化到有S-2 已經去到第二代 都搞不定 都是被摧毀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看到這種ATC-MS的飛彈 明顯是克制得到俄羅斯的防空武器 不一定每次都可以 不過似乎打下去 都不會佔下風 也有些射得更遠的版本 接下來應該會帶入烏克蘭 基本上你當烏克蘭是一個試驗場 不停地發射 早前也有地面發射的小直徑飛彈 我們叫Ground Launch SDB 那支飛彈的小直徑飛彈 也不差 那支飛彈射到差不多150公里 都非常好 再加上Storm Shadow 或者頭皮 我們說Scale Up EG 這些飛彈都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量始終不少 所以烏克蘭要小心使用 另外烏克蘭 用得在得心應手 就是他們自己研發的飛彈 例如海王星 但當然他一定要將海王星改裝 GPS的導引要做得更好 可以做到一個陸地攻擊的飛彈 而他改進了之後的射程 去到250英里 非常遙遠的區域 250英里都差不多打到400公里 而有害作賀 亦都去到接近800磅 即300多接近400公斤 那個彈頭 其實真的算相當不錯 拿來對陸或反艦飛彈來計 大家知道兩飛就可以將一架莫斯科號KO 不能少看這架反艦和對陸攻擊 還有很多不同的載具 所以現在烏克蘭打擊俄羅斯的手段 尤其是基地等等的手段 其實都頗豐富 我們繼續觀察 還有什麼新的打擊行動 就會在烏克蘭的行動上出現